专利特浦和前妻安巴赫德的家暴诽谤官司 经过6个星期的审讯 陪审团在美国时间6月1日 一致裁定专利兴诉 安巴要向前夫实际赔偿1035万美金 安巴曾经在庭上说 这几年为了打官司几乎花光所有钱 安巴在庭上直言 因为受到专利的打压 令他在水行合意的气氛 删到剩10分钟 更加在正义联盟里面直接消失 这样严重影响他的事业 和造成经济压力 他最近只是成功接到一部学生作品 未知他可不可以预期给赔偿金 有专家说 根据维珍利亚州的法律 判决输具执行力 如果安巴拿不出赔偿 就会被扣起个人财产和工资 转来自出手执法庭班的执行令 就可以要求安巴利行判决